很難等 不太會想 當然是不好 但是我們今天一定是 要幫狗哥做一個很完美的一個專事 因為今天所有的 好朋友都前往 所以我們今天算是 有一個重點大的 好多人好多人 所以我們覺得 小鬼的好人員就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這麼多人來關心 我們的心裡面 應該說是 就是白桿交集 真的就是白桿交集 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這下午一直在開會在忙 但是 就坐在辦公室裡面 然後大會議說 然後我眼神是放空的 那我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會講什麼 而且今天晚上主持完 也就是要面對明天 我們要開始錄一次沒有鬼哥的王大 對對對 明天就是我們一個 終於完很大的 正式開錄 那我也在 在夢中跟他交跪了一下 我說那你不在 我們就自己去錄囉 他說OK 一定要繼續抽 但是一定要去彭武嗎 呃...對 這個好像...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抽了 但是應該是 對 沒錯 要去彭武 要去完成 鬼哥還沒有完成的夢 本來我們 剛好那一次就是要去彭武 然後順便已經跟鬼哥在錄影完結束 應該四月就是跟著我們的製作單位 然後幫憲哥一起在那邊過生日 要在那親身 對...然後計畫了一個非常... 浪漫的一個驚喜 但是... 後來因為... 先不要啦 先不要... 先不要... 我相信今天這個... 欸...看一下那個小鬼進場了沒有 有有有...他已經是第一個進場 他...他在後台了... 他在後台了... 他在後台了... 沒有就是因為... 憲哥那天當好是一勝利嘛 那其實我跟他有... 就是... 試一下就... 呃...兩個小老弟 就已經在幫憲哥策劃一個... 太不錯的一個勝利這樣 因為今年很特別我們... 呃...大兵回來 然後合體 然後成績也都非常好 然後鬼哥一直表現都是... 讓大家非常榮目共睹 所以... 本來想說這次就當作是一個... 有很大的員工旅遊 有一點點... 然後是不是憲哥的一個... 很漂亮的很好的一個生意 對... 很棒的回憶 他沒想到會... 讓我這麼難忘 然後... 心情... 非常非常的... 呃...難過 對 你現在是不是太哭出來的... 這個... 我們已經哭過太多次了 對啊... 你看我們兩個... 後來都不太通電話了 因為他打給我就他哭 我打給他就... 有感覺 然後... 心情上的一個難受我就打給他 打給他... 後來我們才會寫那一首歌嘛 所以一直要問他 你急什麼... 你... 三秒鐘你就離開地球表面了 怎麼會這樣 然後... 我請... 我請Tim... 寫一篇... 想要對小鬼說的話 他發給我一些... 生活上的點滴 然後也啟發了我一個靈感 欸對啊... 我們可以寫一首... 呃... 跟小鬼... 欸你看他好像在看著我們 對啊... 對... 為什麼都剛好在看 對啊... 欸這個角度是... 而且後面每一張都是喔 欸對啊... 好... 好認真看我們 然後... 然後就說... 欸對... 那我們就寫一個... 生活點滴的歌 所以才會有... 天堂有多遠 完全就是... 好像在講話一樣 欸你這個... 到天堂到底有多遠嗎 你行李戴得夠不夠啊 三秒鐘你沒有... 整體行李就走了 啊你行李沒有還有什麼話 以後就到我們的肩膀來說吧 因為我們是... 真的可以稱得上... 一輩子的兄弟了 因為這就是一輩子 所以... 也... 讓我們覺得說... 嗯... 人的一生啊... 可以... 多珍惜你身邊... 愛你的人... 跟你愛的人... 每天都跟他說... 我愛你... 我們也要跟小鬼說... 我們愛你... 我們愛你... 你們會不會擔心你上來不住 沒關係啊... 對... 後台... 只要扛得住就好了 還沒上台後台就hold不住啦 對啊... 對啊... 好幾個鬼哥的好朋友 來... 大家... 比較悲傷 我們就說... 先哭了就輸囉 然後我們就說... 那打狗狗 沒有一個人跟我打狗狗 沒有一個人覺得自己... 今天這個演唱會可能是... 淚水都會有汗水了 因為今天大家唱慢歌應該幾多嘛 然後有來的非常多位好朋友 他們也都很願意... 來為... 呃... 小鬼做一次... 精彩的演出 但是... 是不是會... 挺不住 我相信他是... 必然的 對... 因為我們連在後台... 就... 在那裡感受那個氛圍... 心裡面都覺得很難過... 對啊... 憲哥剛剛在... 在後台的時候... 群群叫他... 誰 群群 有... 都有遇到... 那今天聊的話不多 因為我們平常... 就都已經... 都會聊啦 也會在群組裡面... 大家互相聊天... 互相安慰... 互相取暖 因為這個時候的... 大家的心情... 比較... 比較悲傷一點 對... 那兩位以後是不是會... 比較照顧群群這樣 一定大家... 其實... 其實憲哥... 平常就一直都很照顧我 然後不只是群群啦... 那所以... 其實群群一定是... 在這個時間... 一定有... 一定是... 一定是更覺得說... 欸...其實... 演藝圈不是像... 大家講的那樣子 憲哥是真的每天都在照顧... 照顧我們這樣子 一定要... 一定要的... 對啊...放行... 所以這次從湖會帶群群去嗎? 欸... 這個應該... 沒有... 對... 因為這個時候... 對... 我們... 我們要... 在明天的... 上了飛機以後... 才... 能夠正式... 開始... 我們... 工作的心情 因為這個節目對我們來講... 意義非凡 我們也從來沒有一個節目可以... 凝聚成一個大家庭的一個感覺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們... 心裡面所有的傷痛啊... 可能就是... 都會用沉默去... 表白了... 對... 可能大家都話不多... 但是呢... 正式錄影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個表演的人... 螺骨點一響起... 我們又非得要粉末登場... 我想小隊你是可以... 瞭解的... 但是我們心裡面的感傷... 是一樣的... 可以的啟動到什麼... 其實我... 好幾天都沒有好好睡覺... 然後... 我只能用我... 可以幫忙他的... 一些... 能力方式... 方式... 就剪影片... 然後... 一直看著我們... 很多次... 自己私底下... 出去玩的一些片段... 我覺得... 有些真的是... 不能拿給大家看... 因為太瘋狂... 太可愛了... 那我就把... 能夠跟大家分享的... 把它剪成一個影片... 永遠祭奠他這樣... 所以我覺得... 這或許是... 他覺得... 我對他最好的一個方式... 然後天堂有多遠... 沒想到KID是唱得最好的... 唱...唱得很棒... 喔沒有沒有... 因為他那個... 小聰那個是... 比較就是... 高亢表演嘛... 但是... 來自內心... 聲音的就是那一句... 你唱一下好了啦... 不要啦... 現在不行... 今天肯定要... 所有人... 大家一起來演唱... 這個... 我覺得... 為什麼那一句... 其實你唱得好... 是因為... 是憲哥... 是在... 大家錄完音之後... 然後... 又... 半夜... 兩三點... 找我去他家... 那... 那兩句是我在憲哥家錄的... 然後憲哥也睡不著... 然後我們兩個就... 一直在憲哥家... 喝喝喝茶... 然後... 戳戳血夾... 然後就才唱那一句... 對... 好... 你... 二十幾個...